海面上,一头巨大的坐头巾,不知为何一动不动,仿佛是波涛中的高墙一样,阻挡着浪花的前进,但在它的周围,却聚集着很多游泳的人,他们正在慢慢游动,靠近这个庞然大物,为什么他们要做出这种事?这只坐头巾,正在经历些什么? 在自然界中,体型往往意味着强大,那些身体巨大的动物,虽然不都是食肉的猛兽,但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,也都占据无可撼动的地位,很少有天敌存在,也很少被捕食,这样的规律运转了成千上万年。 最终,随着人类的出场,这样的事情成为了过去,这种体型较小,四肢柔弱的灵长类,一跃成为了万物之灵,它们不仅通过工具捕猎其他动物,也会因自己遗留下来的工具,伤害到其他生命。 这种事情虽是无心的,但伤害却已经造成了,这是无法反驳的,而那些原本没有天敌的生物,也因此遇到了自己的天敌。 坐头鲸原本应该是海洋中的王者,但是在某处近海之中,这个王者却遭遇了一次意外,在游动的过程中,他意外卷住了渔民仪式在海中的渔网,而这渔网,马上就变成了他的噩梦。 体型巨大的坐头鲸,被渔网缠住了尾巴和旗,而渔网的材料,本就非常坚韧,再加上坐头鲸身体不自然地扭曲,也很难发力挣脱。 就这样被渔网困在了海中,本来可以自由行动的大海,现在成为了他的临终之地。 坐头鲸虽然生活在海中,但也需要行动和氧气的补给,就这样被困在海中,他的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。 即便浮在海面,但体力却在不停流失,但茫茫大海,如果再得不到帮助,他的处境就真的十分危险了。 但事情出现了转折,虽然人类因为扩张领地,在各地都留下了大量危险的垃圾,但同时也令自己的足迹遍布全球,每个地方都可能有人的存在,而人类之中也有好心人,和尊重其他生命的人。 这天,一位名叫麦克尔的精类爱好者,正巧与两位朋友一同来到了附近的海域,而在乘船出海的时候,他们瞥见附近海面上的异物,便满怀好奇地向他靠近,接着他们发现,那异物不是别的,而是一头坐头鲸,但奇怪的是坐头鲸一动不动,就不符合他的习信。 麦克尔仔细观察了坐头鲸的身体,很快就发现他的身体被雨网缠绕,动弹不得,而作为鲸类爱好者,他自然要出手相助,接着众人便跳入水中,慢慢向坐头鲸靠近,在靠近的过程中,他们一度以为坐头鲸已经停止了生命迹象,但就在此时,仿佛坐头鲸明白他们心中的犹豫一样,他重重地呼吸了一下,在自己的鼻孔里喷出气了。 这个行动无疑增强了麦克尔等人的信心,现在还来得及救他,但当众人靠近后,却发现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,被缠绕的最严重的尾部,已经沉到了水下4米多深的地方。 见识危急,麦克尔等人拿出随身的潜水刀,开始努力切开雨网,但此时坐头鲸距离船很近,如果他们稍有不慎,刺激到了坐头鲸,那么坐头鲸一个动作,就有将小船掀翻的危险。 虽然人们已经做好了觉悟,但坐头鲸却出乎人们的意料,只是一动不动地等待,仿佛知道船上的人就是来拯救他的一样。 表现得非常的安静,但雨网缠绕得很严重,他们没有办法马上全部解开,因此要分成几次作业,但当坐头鲸的鱼鳍重获自由后,他似乎是有些太兴奋了,拖着船前进了一段,但马上又安静了下来。 最终,他们成功地解开了坐头鲸身上的绳索,获得了自由的坐头鲸十分兴奋,他绕着船四处游动,甚至还在众人面前高高跃起,又重新落入水中。 面对如此景象,迈克尔和朋友们机长庆贺,并看着坐头鲸消失在他们的面前。 接下来,让我们看看这个故事,一只企鹅被雨网缠绕,头部受伤,幸亏一位女性出手相助,才让她摆脱了危险。 但在分别时刻,企鹅的举动却令人落泪,对很多生命来说,人类都是个矛盾的存在,我们为他们制造了很多危险,但当这些人为的危险出现时, 他们却又往往能够得到人类的帮助,这既是一场对动物的救助,同时也是为人类犯下的过错进行补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